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礼拜五台北股市小涨10点 因为礼拜五是先跌 尾盘因为负实指数权重调整 拉回来缩盘小涨10点 礼拜五外资卖了18亿不多 因为权重调整买卖量都很大 融资的部分还减少1亿 所以可见很多投资朋友不敢买 因为之前看法悲观 结果股价杀低之后 紧接着上个礼拜四大涨了500点 那礼拜五震荡小涨10点 大家不敢买 因为杀低之后不敢买 所以形成光旺的气氛 你没信心 就算低你也不敢买 那高也更不敢追 那到最后就会强迫自己 当涨了很高之后 变成要强迫自己去做最高的动作 所以除了要对股市有信心以外 那信心来源当然是对于行情的判断 你要有正确的一个判断 最近美国跟欧洲涨翻了 礼拜五美国又涨 道琼涨274点 纳达克非诚报道体都涨2% 而且是连涨第四天了 连涨起第四天 四天下来 道琼已经涨了快 接近2000点了 大概是1800点 所以跟大家讲过 只要美国一宣布升息是一码 那么整个波云见日 买盘会全面的回归 纳达克非诚报道体也连涨第四天 所以台北股市要加油 你如果真的没信心 我说较多也没效 我已经能够讲的 我已经都尽量讲了 你看欧洲 在地缘政治的压力之下 人家欧洲长成这个样子 那台湾离那么远 我们受影响其实是最小的 跟欧洲比较起来 我们受影响是最小的 可是台湾的投资人 反而信心不够 一直以来都如此 因为台湾台北股市本身来说 散户结构太大 法人的比重 占市场大概两成 到25%而已 其他75%的量 都是散户交易 自己操作的量 所以往往 因为没有法人那样的研究 对行情的看法 所以往往是 行情好的时候 越高越乐观 越低越悲观 你要慢慢去 如果你还是习惯自己操作的话 那你自己的专业 一定要去提升 否则 都比市场永远慢半拍 这样绝对不行的 这行情我跟大家讲过 当时回补跳空缺口 我就跟大家讲了 延长足底期而已 不用担心 上礼拜是大涨500点 又留了一个跳空缺口 我有说了 这个缺口5日之内不回补 就变成突破缺口 那变成突破缺口 后面就会有大反攻的行情 我个人认为回补的机会很低 很低 这个礼拜也是你最后的机会 那这个突破缺口只要一行程之后 一万八千六会不会再来 一万八千六会再来吗 我先跟大家画了一个目标 让你去思考 一万八千六会来吗 你想清楚 想清楚 台湾今年的GDP 目前预估值是4% 4%在全世界来说 排名应该有前五名的机会 所以台湾今年整体的GDP 成长性还是不错的 所以信心你一定要赶快建立起来 现在还有很多股票 经过这次的下跌之后 位阶都还很低 你看OTC的部分跌这么重 OTC的跌幅相当于上市的部分 跌超过两千点以上 所以很多中低价股 价钱都很便宜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你可以跳开指数 往年报跟高配息的角度去看 去找 会有很多好的机会 不用受到加权指数的干扰 你看比如说 中信店今天又涨了 很标准的 中信店一涨之后 包含 雅利 大雅 甚至于1519 华城 但华城业绩是比较差 比较不建议 所以很多这种高获利的股票 但最近国内店的问题 因为以前不定时都有在停电断电 那大家也没那么在意 一两个小时之后恢复 大家就算了 习以为常了 那现在店的问题 被人家放大来看之后 只要稍微有个地方停电 马上网路 新闻媒体一报导 大家就会很在意 到底供电有没有问题 所以最近跟店有关的 尤其像发电机组的部分 从中信电工一涨之后 这些跟店有关的股票 一档一档 像雅利 大雅 甚至于华城 最近都成为市场追逐的焦点 那问题是 要走的很久 如果只是短期话题 那抢的短也无所谓 可是做太短有时候 大家跟不上 那只是在追高 到时候没什么没 也够危险 所以我的着眼点 还是在于中长线的部分 能够有30% 50%利润的选择 那最终还是要回到 年报跟配息的话题身上 你看上个礼拜 4958真顶 发布财报跟配息之后 也是冲出去啊 包含今天6269台郡 真顶一涨之后 台郡也跟着补涨 可是台郡我个人认为 比较偏短线的操作 因为获利 没有办法持续提升 那配5块钱 殖利率5%不到 所以这些穿上跌没得快 那到底有没有那样的爆发力 反而我是比较具保守的看法 好 今天成交量 预估 2842亿 跟礼拜五的3600亿 比较起来又萎缩 可见得一涨大家不敢追 那大家不敢追 上涨怕没量 所以今天这个量 确实是不够 所以操作上 有些涨高的个股 不要去追高 压回低阶 在今天成交量里面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钢铁股占了6.9% 今天钢铁股是最强的焦点 因为传出来欧洲最大链钢厂遭到破坏 那既然欧洲最大链钢厂遭到破坏 那钢价涨就变成大家担心的一个话题 那同时中钢跟中鸿两家公司也顺势调高4月份的盘价 所以今天整个钢铁股威力最强 从中钢到中鸿 你看中鸿今天大涨6% 到整个不锈钢的族群 今天全部钢铁股都大涨 尤其不锈钢的新钢 加大都大涨 剩余 这个都是不锈钢的 对 允墙这都是 大成钢今天盘中也一度大涨到4% 51.4元 大成钢我就跟大家讲过 破坏的 放心啦 第一季的财报会更强 我估计第一季大成钢应该有2.5元以上的获利 所以天后我们已经说一段时间了 你如果有都破坏的 不用担心 市场钱一笔流来流去流来流去 涨涨跌跌都正常 大方向 具不具备大涨的条件 我相信是更重要的 今天航空股占比重目前15.3% 有在降温的味道 降温好啊 让大家冷却一下 不要来得那么激动 上个礼拜五 赫布罗特又涨2.2% 你看标成这样子 标成这样子 马士基上礼拜五也涨了1% 马士基已经连续5天 加礼拜五6天 加起来涨幅已经23%了 那赫布罗特更多 赫布罗特6天涨了35% 那我们这五天来 长龙阳明就原地踏步而已 因为原本好好的公事 然后受到长龙减资的话题的妖魔化 所以整个市场冷却 冷凉一个好 让大家稍微冷静一下去思考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刚才大单已经开始进来了 长龙阳明大单之下已经开始上了 我上礼拜跟大家算过嘛 这波21天 震荡整理11天 所以如果没有错的话 上礼拜我就讲过了 如果没有错的话 两日内长龙阳明得到叮当啊 那这次阳明压回当然是比较少 它是被长龙给拖累 所以阳明随时发动喷出 机会比较高 那目前阳明比较大的压力 是在137块钱 137块钱是去年交易量里面 套牢最重的一个地方 所以137块钱如果突破的话 那么整个套牢一解开 这是去年的计量图 在去年计量图里面 最大量的点就在 138块钱的地方 所以只要138一过关 那么整个套牢解开之后 阳明加速喷出的机会也会很大 今天最高在136块钱 所以接下来会不会由洋明来带动长龙 做出攻击的行情 这是一个国际化的趋势 你不要一直只是着眼在国内行情的涨跌 这样很容易让你不客观的分析判断 那么看一下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电子股间占大盘成交比重4.9% 4.9% 49.6% 49.6%当然是不够 所以选股很重要 你要去选底部的股票 尤其刚刚讲过 要具备年报跟高配息话题的 高的股票都比较多 你看博智 礼拜有涨停今天要跌停 礼拜有涨停板创新高 礼拜有涨停创新高 那你最近去今天一天 你跑都来不及跑 开盘5分钟 就跌停了 你是不是走就不够走 所以不要去对管 我们找选底部的股票来做 这样比较安全 最起码 你不会受伤嘛 对不对 那在不受伤的原则之下 我们再来贪大钱 这样落不太快 联发科今天又涨了12块钱 联发科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过 900块钱你赶败的 你不会吃开 现在已经快要1000块钱了 982最高980 你会败的再赔的 这个又去啦 这个低档 导型反转刚刚完成而已 刚刚完成而已 有买的你就把它抱着 联勇短线压回五房 这都要败多 450块股金 你如果赶败的 贾败也是没什么问题 风险也不大 随时都有补涨飙涨的机会 它股息还没发布嘛 股息发布到时候 又是一个推升的机会 那矽创已经发布 股息配32块钱现金 所以上个礼拜 矽创已经开高 因为被联勇压着 目前跌1块半 这也不下来 这也不下来 我上礼拜已经把两家公司的时间周期表 给大家看过了 对不对 这是联勇 联勇时间周期表 50天已经结束了 只要再破底 几乎是不可能 那矽创也是 48天已经结束了 所以慢慢的会在加速上 因为现在市场信心不够 那这个又是法人的持股 所以要注意法人 他们的一个交易动态 今天瑞鼎涨了比较多 因为瑞鼎这次跌比较 最近这一波跌比较深 从700回到500 那瑞鼎其实 本益比也不高啦 去年赚65块钱 65块钱 目前股价在540 本益比大概8倍左右 那8倍是不贵 可是相对在整个IC设计 面板驱动IC里面 是比较偏高一点点 所以它要独自跑出去 攻出去也不容易 还是需要联勇跟矽创 来做搭配攻击 所以在选择上面 会优先以联勇跟矽创 为选择 那瑞鼎的好处是 它后面大股东是 友达 所以它有一个比较安全 无后顾之忧的出海口 齐帮也不错 齐帮是面板驱动IC 你看这个行情根本都下不来 随时都有攻击的机会 法人布局的动作 也蛮明显的 那南貌也是啊 都是没务票 这些高票后面都会大戏 对 何瑞亚 也是 这个整理都已经到尾声了 随时都会在发动 今天涨了八毛钱在82.2 所以很多种底部的股票 可以让你放心的做 台积电今天涨了五块钱 台积电有个人的看法 会去啦 这要再回来的机会已经不高了 法人的卖超已经告一段落 连续两天都已经开始返回买进 就台积电能不能快速的 回到600元的年限以上 关系的台北股市加权指数 年限是不是能够无后顾之又站稳 连电比较强 先传出来 连电被美国邀请去美国投资 那当然公司还没有证实这个讯息 可是机会很高 机会很高 那连电 外资的买超动作 也持续在加码 上礼拜五外资买了9642张 那只要54块半一站稳底部完成之后 连电 它的一个攻击力道 我个人估计会比台积电更强 但看你个人 如果台积电你资金实力够 我觉得台积电也不错 那连电比较偏低价 较好较 那略光也是啊 我也跟大家讲过 这已经不会再破坏了 都会再起床 所以这些股票 都是大盘接下来攻击很重要的指标 因为这些大型全职股 大盘重要的一个全职 如果不敢攻的话 那大盘要攻当然也是不可能 金豪科业绩不错 去年每股获利17.7 比较可惜的是配的太少 配八口银而已 配八块钱配股率 配息率不到50% 那以八块钱算174 殖利率只有5%而已 很可惜啊 所以这种配息率不够高 它的后续的爆发力 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好 那你要做OK 底算就好 就短线就好 连帽跟台药也不错 连帽台药去年每股获利 大概有9块钱的一个实例 连帽是9块台药是7块 那股价也跌蛮深的 已经回到110120 本益比大概12倍13倍 配息是配的不强啦 5块钱而已 5块钱殖利率连5%都还不到 那法人单也还没进去 所以这种股票跌也跌不下去 短线会有反弹 你要做低算OK 那长线的爆发力可能会比较不足一些 因为配息配的不够多 你看涨高的双红 股价就开始一路跌了 大盘已经回味了 它反而开始在补跌 所以一直跟大家提醒 起管的卖走啊 比方去强迫自己买那种 涨那么高的股票 会让自己更危险的 经济也开始上来了 法人单也开始慢慢进场 动作是还不够大啦 可是这种底部都已经完成了 常常这买100块1和19块 有来其实买进去都安全 去年每股获利9块钱 9块钱本一比10倍11倍 配7块半也不错 7块半殖利率大概也有 7%上下也不够跌 所以经济其实也是 算是不错的标的 如果说以年报跟配息来看的话 其实经济也可以考虑 要注意法人单进场的动作 那橘子 新项我就给大家看过了嘛 对不对 我上面特别跟大家讲过 涨60天55天 开始进入一波 60天的上涨 你看讲完之后从650 今天已经来到775了 很快800块钱又会看到 那目前在整个上涨的攻击过程当中 对这个量还不够 可是底部已经不会破了 这随时也会上 这是大田跟明安 本一比也只有5倍6倍也很低 好 华硕 大家很多人在胡思乱想 发布的利多结果开高压回 我就给大家看过了 它的问题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它的问题是筹码面的问题 去年380以上套太重了 太多人套牢了 所以导致于再回来380 马上要面对前波的套牢 所以在套牢还没解开之前 暂时拨不清 380 370这个区间震荡而已 上个礼拜五发布了2月份的获利 2月份EPS3.5元年成长42% 哇 这多的哦 一个月的获利比去年成长42% 所以华硕有铺的方向 随时385一过关就会开始充 那技嘉礼拜五发布配12块钱的现金 跟我预告一模一样 我上礼拜五是不是讲了 配息的情况都是这样 赚的少它就会配的比较高 那如果赚的多 配息率就会降低一些 技嘉去年美股获利21块钱 所以我估计应该会配在12块跟14块 这两个数字 这两个数字里面我个人认为 12块钱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果然发布出来 这个就是配12块钱 所以我在估这些财报跟配息 一直都很准的 那如果说以12块钱的配息来算的话 殖利率9%很高啊 那以获利21块钱来算 北比6倍也很低啊 水中股票130以下 其实都不容易在跌破 你有的话 中股票剖掉后面都会大起来 前面一波段我们已经赚得快一倍了 现在回来126 130 这里是很好的机会点 那今天小型的励志 跌升之后 你看从1000块跌到剩500块 腰斩 所以期贯不要去堆 那以目前600块来说 还是贵啦 励志去年美股获利15块钱 15块钱的600块 也40倍贴的啊 所以这种是跌升的反弹 强反弹OK 那不要寄望说一定要报很长 这个报长可能利润空间也会受影响 报酬率可能没那么高啦 短线短进短出就好 国际间还是跌四块钱 这个就不再多说了 不建议不建议操作 公司舍不得配 那市场给予的关爱涨升 自然就不多 而且要去了解公司舍不得配的原因 是不是对于今年的获利 跟产业景气看法比较保守 所以国际战术我就不再建议了 现阶段的操作 有很多的选择 当然都脱离不了年报的支撑 年报的选择跟高配息的选择 你往这两个地方下去选 接下来三四月份 30% 50%你一定贪得对 不然来找林德宴 我们一起来操作 我来找中 第一步探大钱的股票 我们三四月份 到底来冲 到底来拼 我们的付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节气效不保 将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